张岳老 你看我们前两集多好的成绩 成功牵手了六队 虽然红线我们两个是给牵上了 但是我们前面六队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这样不用太担心 你还记得那个凡叶吗 记得凡叶 被蓝天行牵手牵走的 他们现在天天在那儿约会 特别甜蜜 还发来了视频 来 让我们看看 看她的视频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新乡精 可以让我们见她 齐瓦诚听说你还在啊 周龙你还没走吗 还在啊 我们的效率真的是 希望你们赶紧加把油 带个女朋友回来好吗 如果你们在中国新乡精卷成功 就可以在我公司 全国所有门店 终身免费哦 终身免费哦 加油 加油啦 哎呀 终身免费哦 对 人家那小眼神 对 人家那小眼神 已经像是热恋期了 嗯 尤其是说到了我们现场的有两组家庭 熟人 对啊 齿法晨 你好 你好 还有你看 有着急的 佛山黄轩是吧 我心里好酸啊 我是吃不到葡萄酸啊 就是啊 被他虐狗了 他一点就是我的媳妇了 我觉得你不应该是吃不到葡萄酸 你应该好好跟儿子坐在一起 总结一下教训 对对对 我觉得本来啊 人家这孩子挺喜欢你这儿子的 您这嘎嘞 拿出那么多钥匙来的 你让人家孩子怎么想啊 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 他那个房子呢 是他大学期间 拿我家里的房产生去贷款 贷款了五百来万 那自己盖起来的 但是这五百来万呢 要慢慢还的 他现在也还了一半了差不多 为了还这个钱啊 他跟他爸爸就能留值班嘛 早上啦 要那搞搞 拖拖地啦 每一层都拖一下 那卫生 那垃圾要倒一下啦 哪一家要是灯泡坏掉啦 他也要去换一下 全能行的 多好一男孩啊 这是 所以说不是你们想象的 每天喝喝茶啦 打打麻将啦 逛逛街啦 泡泡妞啦 上上网啦 真的不是这么样 都是很辛苦的 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 但泡妞这条肯定没有 如果要有的话 你就不至于到这儿来相亲来了 你看妈妈的意思就是 到我们家来 还要一起还贷 还要干那么多电工活 水工活 别再说了 他都架跑了 不会的 也就有这么一种人 愿意跟你一起创业 对 来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一号 哎 法晨 你这个条件很好的一小伙子呀 怎么回事啊 孩子 对啊 国内老师 我们回家以后呢 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这次来 我们要全面撒网 重脸补货 好了 不管怎么样 不希望你们两个 成为我们中国新相亲的钉字户 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 其他三位新的家庭吧 欢迎我们的二号家庭 张也家庭 这组家庭来自百合网 该等 该想你 从而惦记 甜蜜的很惊艳 大家好 我叫张也 今年27岁 来自北京 之前在北京所大学 当了四年的大学老师 去年我决定离职 然后做自己更多想做的事情 然后呢 我的朋友们都称我为张大爷 你叫张大爷 你都是张大爷了 我怎么办呢 就是呢 我的那个生活作息啊 可能就是比较偏老您化 每天早上五六点跑步 晚上11点之前我就准时睡觉了 所以大家都说我可能是一个老大爷 对 来 介绍介绍你的旁边的爸爸妈妈 坐在我右边这位帅哥呢 他是我的爸爸 他是一个拥有20套西装的男人 平时穿着打扮特别的讲究 然后呢 我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 所以说实在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很遗憾 那么呢 我就请到我的姑妈来到现场 高丽老师 哎 我是你老粉丝啊 哎 别说老字 我就特别不爱听这老字 老粉 我老了 我自己老了 你要老了我怎么办啊 咱们不说老字啊 我这么多年 当时看你的电视剧 你所有 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视频 我全部都看过 你真智慧 你就直接说 你是看着我的戏长大的 不就完了吗 是 非常感谢你给我带来了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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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说说 对这个儿媳妇有什么要求啊 气质形象也好 对 然后呢就是身高的 因为我只摆着在地方1米93 哇 张大爷你1米93啊 对 你站起来我瞧瞧 哇 热门货啊 肯定是抢的比较多 接下来我们有请四号家庭 尹琛 哈喽 大家好 这组家庭来自珍爱网 专业弘扬为你甄选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尹琛 今年27岁 现在呢是在做一名 工程造价师的工作 我是被朋友称作 新六好男人 也就是脾气好 厨艺好 生活习惯好 婆婆好 基因好 对老婆最好 我们一家来 这里呢就是说 想找到一位 特别好的姑娘 然后可以带回家过年 你六好 怎么就带了一个婆婆好呢 婆婆好就是我妈 那你就直接说你妈好 你不能先把婆婆好 也当一好 那这我觉得不合适 这是我妈嘛 然后她是人称四川宋慧桥 可以哦 我们四川也出了个宋慧桥 是山寨伴的 山寨伴的 啊 山寨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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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这个普通话 是很普通 哎呀 介绍一下爸爸的 大家好 我是殷琴的爸爸 现在是一名森林警察 这个好 这个责任重大 保护好我们的森林 啊 为子孙后代留点 留点财富给他们 谁 隐瞓的爸爸 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哈 哎 哎 这个老婆有点漂亮哦 你当年砸个隧道了哦 她跟我姐姐是这个同事 一时间里面呢 看她比较漂亮 这个大方 穿梭也比较得体 哦 后来我们进入之后啊 又谈得来 人情干杯 哦 也善言人意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 哎呦 你把所有的好听的词 都放在她身上了 对 有这么多优点吗 那像这样的一个媳妇去家里头 在家里谁说了算呢 还是我说了算 这点我跟你一样啊 我在屋头也是个耙耳朵啊 我们说七管言啊 我们四川人叫耙耳朵 在四川当个趴耳朵不丢人 对不对 对 有些幸福的事情 对你们自己儿子的相亲 有什么期待和标准吗 我希望儿子能够找一位 就是像南方姑娘那样 长得清秀 小鸟一日可爱的那种 我喜欢的女生是那种 希望她头发特别好的那种 然后很黑很直的那种 然后她每一次撩发 都像在撩我一样的那种 好 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五号家庭 这组家庭来自珍爱网 专业弘扬为你甄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王深 27岁来自北京 现在就职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我觉得我是一个猫系男友 你这一上来呀 有三个难点对我来说 第一 你这个字我不认识 叫深 对 深 王深 然后呢 咱们这运载火箭 是从你们那出吧 对 中国的运载火箭 都是从我们单位出的 你瞧瞧 这么年轻 这都能造火箭了 还得了啊 这一把要摁不住你 你骑着火箭就飞起来了 那倒不至于 第三个难点 什么叫猫系 外表看着比较冷 但是内心可能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 来 介绍介绍你身边的二位 我身边的二位 就正如您看见的名牌一样 是我两位妈妈 一位是生我养我的亲妈 一位是教我育我的小学班主任 然后我也当妈妈一样看 请您猜猜哪位是我的亲妈 走近点看 亲妈这个 谢谢各位力量 是不是 眼力太好 眼力太好 我是属于哪个系 我猫头鹰系的 你们俩对她这个有什么要求 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我就是希望她找一个人好 身体好的好姑娘 人好呢我觉得做事肯定错不了 那么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她做什么事也做不了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要求 老师妈妈呢 我们就希望王深找一个也是非常正直的 善良的 那么能跟王深一起白头偕老就可以了 王深还真是带着小学的班主任来相亲的 我 以前我不知道中国新相亲没有 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来的 因为老师知道你 什么毛病都知道 对 什么毛病都知道 我们相信她一定能够找到至爱的 了解了五组家庭之后 孩子们一会儿就要进入第二现场 就是我们的玻璃屋子之内去了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走之前赶紧跟父母交代一下 老爸 老妈 咱们别总记着全面撒网 更要记得重点捕获 咱们不能马是前提了 国立老师 今天也请你支持我们 我们今天的目标很明确 今天一定要把儿媳妇领回家 谢谢您 好 我任务中了 二号家庭 老爸 你怎么选我老妈的 你就怎么帮我选 姑妈 你怎么选你儿媳妇的 你就怎么帮我选 好吧 我相信你们 好 我这是舞台上的老将 我会拿出我的洪荒子里 到达顶峰 我们的默契是不用说的 是吧 对 反正你们那时候看到了 那种头发特别漂亮的 不要犹豫 马上拍 放心 我是四川宋慧桥 我给你抢的 抢过来 我觉得你这个四川宋慧桥 能不能再加一个字 加什么 叫四川胖宋慧桥 来 5号 王琛家庭 希望你们能帮我 把握海豚戏女孩 解释一下什么叫海豚戏 清纯气质 大大方方的 然后不要孝顺 好 你们该嘱咐都嘱咐完了 孩子们起身 请进入玻璃房吧 中国新相亲节目规则 五组家庭家长 争夺相亲的三个席位 夺得席位的三个子女 在隔壁房间 只能通过电话 与现场家长联系 聊达自己的想法 今天为你们推选的 第一位女嘉宾 是一个需要很多男人 仰视的女人 仰视的女人 个子很高 各位家长 我们要睁大眼睛 有请第一位女嘉宾 仙女夏凡 你最爱你最爱你最爱 哈哈 下凡 真的是骗你下凡 哇 哇 哇 我的天啊 大长腿 我觉得她的腿由你身高高了 哈哈 你最爱是我 哇 这位嘉宾来自世纪佳缘 哇 这位嘉宾来自世纪佳缘 摩托 摩托 这个会比开车的 应该是摩托 哎 你的菜呢 对啊 但我觉得她这多高啊 哎呀 好高 太高了 不是她穿高跟鞋比我高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夏凡 今年二十四岁 身高一米八 身高一米八 天啊 都一样高 太高了吧 一米八 现在的职业是一名DJ主播 同时也在经营着一家奶茶店 你推吗 你爸想推 然后被你妈说不能推 不能推 可能我妈说不想推吧 我在跟朋友交往的过程中 男生总把我当老铁 女生呢把我当大姐 所以 交男朋友的事情 基本无解 你看我开朗啊 对 性格太开朗了 对啊 那怎么会没谈过恋爱呢 个高吗 没说吗 都把她当哥们儿了 希望今天在场的舒适阿姨们 在观察我的时候 不要只观察我的大长腿 更要多多注意我的性格 谢谢大家 还挺活泼的看起来 我爸催了啊 我爸催了啊 你爸肯定会下来的 对 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那种娇小一点的 你爸喜欢高的 对 我爸说一定要175以上 哇 这方开场白 来 请请你下翻 我站你远点行吗 我还是站近点吧 这样你们有一个参考啊 我是这个1米78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就不应该再穿一个高跟 你应该穿平跟来是吧 我不是为了相亲 然后凸显自己的特色吗 哦 高大 威猛 姑娘 这个让我是叫你老铁 还是叫你仙女下凡呢 叫我老铁就行 老铁仙女 一下让这个仙女的气质 给震慑住了是吧 吃法晨你们这 不是土遍撒网重点栽培吗不是 我被女嘉宾的身高给震住了 哦 震住了 我还是蛮有压力的 女嘉宾 你的要求身高是多少 就是只要180左右 跟我差不多就可以 咱家那个佛山黄轩多高 也就差不多180吧 说不定你妈也会怕 我妈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我妈想法 其实你看我觉得 像我这么个身高的一个男的 走在你身边 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 特别有安全感 老师要不要跟我一起试一下 对啊 溜达溜达试一下 来 走两步 走两步 Сов适应 你玩了 舒局一点儿 她性格挺好的 挺 państwa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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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快追了 我妈 三组了 我刚打电话 长头发还是比较符合你的 对 然后选她那种动静结合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通过一灯VCR 让我们更加详细的了解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女嘉宾 我叫夏凡 今年24岁 来自北京 如果你不认识我 依然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找到我 因为我很高 我有1米8 我的身材曾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幻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参入了模特选秀 第一份工作 便和大大小小的梯毯联系在了一起 我努力地学习电子音乐之后 DJ便成了我第二个爱好和职业 我每天会抽空直播 在镜头前分享电子音乐 带给人的快乐 生活中 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大女孩 喜欢书法 鼻肩触及宣纸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是安静的 我来到这里 是想遇到一场轰轰烈烈的热恋 我喜欢笑起来好看的男生 我这个哈哈大笑的东北大妞 依然可以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我的名字很好听 我就是小仙女 夏凡 她的性格上其实跟我挺互补的 是吗 因为我平时特别安静嘛 她就很活泼 我觉得一个互补的就挺好的 真的 我想问问一下 喂 喂 伯律老师 你好 我是二号张也 来 张也的爸爸接电话 喂 老爸 喂 你看看吧 我觉得她性格还不错 可以继续再了解一下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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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好 郭利老师 您说 她跟我讲的就是说 因为她的习惯很好很好 她每天都是五点半整起来 基本上每一周要上三次健身房 所以我想她应该说是找一个 性格好一点的 然后就是喜欢运动的 我刚刚这么说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她父母都很有创造力 你好 夏凡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平常的生活中 你会做家务吗 我简单的打扫还可以 做饭就算了吧 哦 我还是喜欢女孩子 应该做点家务 对 因为我妈还是太传统了 对 就她要求她一定 很能干的那种 还是要会做家务的 对对对 早说嘛 我应该打电话让我妈拍的 因为我妈做菜很好吃 做穿菜 哎呀 我心都凉了 为什么 她刚才说不爱做家务 不爱烧饭 我一听心就凉了 哎呀 我本来好喜欢这个女孩子 但是 你这话说的你看 你上来就心都凉了 如果一个女孩子 爱上了一个男孩子 她们两个会一起去学着烧菜 而且不一定就非要 让女孩子烧菜 说不定那个男孩子 就成了给女孩子烧菜的了 如果她对我喜欢我 跟我在一起 我们可以一起学 但是话虽然是那么说 这个婚姻这个东西 不是她一天两天 天长地久 我为你改变 到时候时间久了 她会失去那个心人的平衡 这个生活习惯 还是要有一点相同的 我感觉还是郭烈老师说的对 对 只有妈妈说的不对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都是互相改变嘛 对吧 那如果你今后结婚了 你是以家庭为主 还是事业为主 以后结婚了肯定是要以家庭为主 但是没结婚以前肯定要以自己 或者两个人的开心为主 感情为主 我还希望她结婚以后 有自个儿的事业 我不希望她就是 纯粹以家庭为主那种 那肯定了 那你结婚之后 可不就是以家庭为主 那你就是外面什么事都不做 关在家里烧烧饭 带带小孩子 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张国立老师 我是樊周龙 你看你儿子急了 来 请接电话 Why 妈 就是要理解一下人家 就是感受 不能说得太直接 不好意思 我 好好好 其实如果特别好的话 也可以一起学做烧菜也没关系 好好好 多了解一下吧 不要这么快否定 不好意思 我刚才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没说错 白说 天哪 注定单身 注定单身啊 注定单身 真的 我走了 拜拜 我要是老铁我心都冷了 我还是忠证我儿子 我儿子说应该多了解这个人 对 对对对 这三号妈妈挺可爱 那我们现在恭喜你啊 有三家家庭都选择了你 接下来你将进入全力反转这个环节 首先呢 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请看大屏幕 一号家庭 持法晨 26岁 职业 时尚编辑 民宿老板 二号家庭 张也 27岁 职业 自由职业 三号家庭 黄周龙 26岁 包租工 明白什么意思吗 包租工 就是房子多 哎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几个你关心的问题 进行一些提问 想问三位家长 您的儿子是在多大的时候跟您分房睡的 这个好私密啊 你现在还没有分房吗 对 他一直跟他妈住啊 我12岁 说实话我记得 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 我好像 7岁 6岁 我的儿子吃法车是在7岁的时候 跟我们分房睡的 我妈要求我比较独立 我5 6岁吧 她自立能力很强的 周龙呢 我可能稍微晚一点点 晚到什么程度 9岁 9岁 因为她有点那个磕 经常会动感冒 所以我就比较关心她 黄周龙来 是不是要把她搞砸了是不是 我就想补充一下 刚刚她不是说多少岁分房睡吗 你忘记了 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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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不说 咱妈给你瞒着 詹老师听到了 这么重要的资讯 你瞒着 这多不合适啊 周龙其实是一个 特别坦诚的一个孩子 周龙说 妈 你瞒了好几年 我12岁的时候 我们才分开睡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怕把她搞砸了 人家说 哇 你的儿子12岁 人家12岁都谈恋爱了 你12岁还给你妈睡 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呢 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跟我妈在一张床睡过 现在出生就自个儿单独睡的 小的时候即使是在一个房间里边 也是我妈妈睡一张床 我自己睡一张床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独立 然后特别会给自己安全感的一个人 所以我也想找一个 会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而不是从别人身上寻找安全感的一个人 我觉得她不太喜欢就是粘在一起的 粘在一起的 对 需要有个独立的空间 对对 但是我肯定是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的 社会生活在一起 还是要有彼此的空间的 我妈已经跟我说了 如果结婚一定不要在一起 好 接下来我们美组家庭 还有四个私密的情报 你可以选择一个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请看 1号 齿法辰家庭 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第二个选项 美女兜风吗 信息量好大呀 这看得出来啥呀 没看出来吗 齿法辰打小就开跑车 厉害 小时候好可爱啊 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照片 真的不知道有这样照片 来 我们看2号 张也家庭 我选单身钢琴师 好 来 没了 没了 还要多少啊 唱完啊 对吧 对 我对她这个台词还是挺感兴趣 因为我的职业跟音乐有关系 是 那你跟音乐有关系啊 那我也很喜欢啊 要不然上台试你唱一首 我肯定逗得你很快乐 阿姨 你要唱歌吗 可以啊 风吹着羊流 骂花啦啦啦啦啦啦 小河的水流 呀花啦啦啦啦啦啦 你的这个为儿子这个相亲的这个 助力吧 对 真是助力了 助力给人往外推呢 你现在是 怎么会呢 张国立老师 黄周龙 周龙你说 找你妈 对 我不敢 我不接了 她等一下要肯定骂我了 儿子说你唱歌的这个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第一歌你没有选好 下回选一个你能唱准的歌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对对对 这都是准的 这都是准的 这里的婆婆很可爱 这还可以可以可以 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现在轮到小红娘们 你们发声了 看看你们这小红娘 会将你们的红线牵向何处呢 看一下她们的速配指数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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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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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一直在念 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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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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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加油啊 把她都加一点上去啊 五十一 咋回事啊 咋回事啊 大家可能是觉得 我们身高是什么般配了 二号家庭是百分之五十一 真的是不错 究竟会怎么样 我们还要有请 女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她一起出谋划策 有请晨晨 这位是妈妈 嗯 这位是大姨 其实她们在第三现场 也看不到男嘉宾 只能通过现场的交流来判断 你们在后边讨论的激烈吗 两位一看到三号妈妈的表现 都特别的高兴 先可以评价评价 咱们三号妈妈 三号家庭 嗯 四号妈妈很可爱 嗯 亲家来的亲家来的 哈哈哈哈 二号家庭呢 我感觉 挺有亲和力的 谢谢 谢谢 一号家庭 我感觉妈妈很温柔 谢谢你 谢谢 但是呢 两位其实心中都有自己的选择了 好啊 我们就告诉夏凡 你们的选择好吗 好 好 二号 哈哈哈哈 哎呀你看看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她们俩的爱好都比较相同 谢谢 心里也比较类似 对 嗯 好了 身高上也很般配 现在夏凡选择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环节 请你们用一句话 为儿子争取他的最后权利 你选我儿子 我们家里的那个房租都让你烧 都让他烧啊 让他烧出去 哦 收租 就是说你可以当收租婆了 嗯 好 就刚刚 其实好像我们家长提了很多的一些要求 比较具体 其实讲白了 最后还是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觉 来 吃法臣家庭 妈妈现在有点妮儿啊 因为这一串也对我打击啊 真的很大 女家被那妈妈 选二号家庭的 现场的小姑娘们也是选二号家庭的 我觉得我真的没戏了 我又失败了 你哪失败了 你万一他一选 选成你们那个吃法臣 你回去你抱脚的时候 你说他啊 你看 你当世纪上 你怎么选的 你还选二号家庭呢 你看看 我孩子没心性了 没心性了 我下一场我还要证据 我还要把握 好吧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心动时刻了 有请夏凡做出自己的选择 来 我们的小红娘们 一起为夏凡来倒计时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我选择二号张也家庭 我选择二号张也家庭 天啊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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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天哪 我们命好苦啊 我们命好苦啊 好 我们恭喜二号家庭 那么我们请另外两位孩子 从玻璃房里走出来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真情时刻 有请张也 谢谢 哎呀 是这俩个哎 太般配了 看一眼你那个准丈母娘 穿花衣服那个戴眼镜的 我去打个招呼吧 对对对对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 阿姨好 哎呀 阿姨好阿姨好 你好 这是大姨 去吧 阿姨好 阿姨好 其实我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 刚刚看的时候 我想法挺多的 但是我后来看到你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你的性格特别好 因为我平时生活当中呢 是一个不太懂得表达 然后就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你的性格上 非常的活泼 看待很多事情也非常的乐观 我觉得能够在生活上 让我变得更开心 所以我也尊重我爸的选择 同时我自己也想 给我们俩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互相继续地了解一下 谢谢 在后台的时候呢 妈妈跟我说 其实夏凡的父亲 在他大一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夏凡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独立的女孩 她特别需要一个 比她成熟的 比她高大的男人 给她更沉稳的一份爱情 可以给她一个依靠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真的好合适哦 祝你们幸福 谢谢啊 真的 真的合适 我这个 我感觉的张也啊 是一个慢热性 他跟咱们头几对那个成的 两个人眼睛都冒着火 看着哎呀 走了那么长时间 终于找到就是你了 那种感觉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这种慢热的男孩啊 他一定能守得住情感 对 非常的靠谱 拥抱一下是吧 拥抱一下 哎呀 哎呀这老铁 这老铁太有意思了 舒适一点好不好 行不行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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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们 我 你无论自由一点点 因为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音乐 我刚才也看到 他也比较喜欢 文艺这一块的东西 我知道这一方面 我们有很多可以聊的 对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下一组不畏的家庭 新上场的二号 黄林家庭 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这组家庭来自珍爱网 专业弘扬为你争选 哇 又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大家好 我叫黄林 今年25岁 现在在上海工作 我的工作呢 是一名系统运维工程师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IT男 作为IT男我非常会熬夜 在双十一的时候为了工作 连续熬了36个小时都没有睡觉 哦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买东西 对 然后我们要陪着他们一起买东西 这是我妈妈 她曾经是银行副行长 大家好 郭丽老师好 你好 我是黄林的妈妈 嗯 我们家是一个温馨的家庭 在家里呢 我只会动口不动手 这个就是在长期在家里 都是由老公儿子就宠出来的 所以今天女嘉宾 如果跟黄林牵手成功 那你就是我们家的小公主 所有的家务事交给黄林来做 哇 这个是好婆婆 刚才黄林介绍说你们是上海人 哦 不 我只是在上海工作 哦 那你们哪里的人呢 福建 我听着就像胡建伦嘛 福建 口音 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那你们想着你的儿子黄林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回去呢 我比较喜欢送旅行的 我希望我的儿媳 是机会赚钱又能够花钱 因为赚钱呢说明她有理财的 方面的天赋 然后会发钱呢 那她就会打扮 可能会爱漂亮 也会帮黄林呢打扮得更好一点 更有品味一点 哦 好 好 基本情况我们也知道了 走之前还对你妈妈和你的阿姨 有什么嘱咐的吗 我的要求就是 第一个是外表款页 第二个是内心乖巧 欢欣 有事可我 好 现在我们有请黄林 进入第二现场玻璃房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女嘉宾 这位女嘉宾厉害了啊 我们有请2017年世界旅游小姐 中国区前三甲张丽莎 哇 世界旅游小姐 世界旅游小姐 哇 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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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群子好好看啊 可以动别动别动 弄满满满满满满满alsa NO 2 我看了 转头抱 戴眼睛 高鼻梁 哇 太漂亮了 哎呀 美女 快点走 哇空啊 哇 哇空了 啊 美女 美女 哎呀 我妈合体 哎呀 我妈呢 天哪 哎呀 我妈合体啥呢 我妈暗得慢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福建的张丽莎 大家也可以叫我Elsa 福建的 老乡 你老乡也都在上海 大学毕业后呢 我在银行工作过 也考过编程 现在在一家培训机构 做早教老师 目前定居在上海 从小到大 我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跟随父母的医院 很少做自己喜欢的事 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想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点上 好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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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 有点像那个古丽娜娜嘛 是吧 看看你 心里头是不是还挺开心的 你一出来 2号 4号 5号家庭 哗 你都上来了 我想问问法晨的妈妈 你这怎么回事啊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对呀 我呀 本来是想派的 我还想等女嘉宾走下来之后 结果呢 下手又完了 我真的 哎呀 很遗憾 真的 长得又漂亮 你看 就是啊 哎呀 别说了 国丽娜娜 我今天都不回死了 我也后悔死了 周龙的妈妈 怎么回事 又唱歌 又跳舞的 关键时候怎么又落后了 主要是那个女孩 一听说出来的时候 她是什么四季什么小姐 我一听 哇 这个淘鲜我就吓死了 那怎么四季小姐 肯定不会在家里烧饭 煲汤 对不对 她肯定不行 那你现在也后悔吧 对了 国丽老师 这个是我今天 带来的一份小礼物 你看 哇 这人我 这人我很熟悉 是因为这样的 我从小到大的时候 我外婆 外公都特别喜欢您 前段时间应该是你的生日 就画了一副那个彩天素描 希望你能喜欢 她自己画的 可以啊 这画得不错 这画得是真不错 除了眼睛稍微小了点以外 其实有的时候画画 你也可以 夸张一点 把我眼睛画成个双眼皮是吧 别挺好看的 来 让她陪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 怎么样 第一印象如何 有人要说话了 来 黄霖妈妈 莎莎 你好 你是福建哪里了 福建哪里了 你好 我是福建南平的 我们是老乡 我们很多共同点的 你妈故意戴了个眼镜 为了看清楚 对对对 难得 你是宁得的 是啊 我同学也在那边 就是我大学同学 说明我们是很有缘的 还蛮近的 住的地方还蛮近的 如果说你能够跟黄霖 就解决了一个逢年过节 到底回福建还是回其他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 你们就可以双双回福建过年 这多好的事情呢 对 我家人肯定也希望这样 那完了 那咱俩就歇了吧 不知道 珊珊你好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很有缘 我也是老师 你好 你是幼教老师 我是小学老师 你好 我还想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开始讲故事可还行啊 王生小的时候 去外面剪发呀 剪发师就问他 哎小伙子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路易啊 什么 路易 王生特别淡定 其实当时是永不迷目 有吗 最热火的时候 我是低配版的路易 然后周围很多很多人 都说他像路易 真的吗 然后当时王生特别淡定的说 没有 没有 我是同意啊 完了 万一人家不喜欢路易呢 那看来很帅 他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很冷漠 很冷漠很淡定的一个男孩子 很冷漠 但是待会儿如果你见到他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了 嗯 好我知道了 我多关注一下 哇 天呐 这个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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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立马气场就拉回来了 真的 我是王生的小学班主任 你好 老师 这个男孩子带着班主任来相亲 这我头一回看见 那说明这个孩子成绩应该还不错 对 我就喜欢那种功课特别好的男生 哎 我还没说话啊 快 哎 哪个死传的怂慧笑咱们说话呢 怂慧笑咱们说话呢 我说他一出来我就看到长得很清秀 很漂亮 谢谢 那就符合我的要求就是说 蓝方的女孩亲信蓝养她 谢谢 这是尹琛的妈妈 四川成都人 尹琛这个孩子有一个爱好 就是她在选择女朋友的时候 她喜欢看会撩头发的女生 天呐 撩一下 撩一下 你能撩一下吗 好呀 撩一下 来 来 给我们撩一下 撩一下头发 哇 这个尹琛都还没打进这电话 我觉得挺奇怪的 我觉得这头发一撩着电话 叹就应该响了 大家说什么 你现在来了 稍微等会儿 快急呀 各位老师 老师 还得我知道着你们怎么找女朋友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VCR 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嘉宾的情况好不好 来 请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张丽莎 我曾在2017世界旅游小姐比赛中 获得中国区的季军 现在的我 是一家培训机构的早教老师 说过内容是帮助孩子们 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非常喜欢孩子 长期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 让我保持一颗童心 免受外界的打扰 从小的家庭教育告诉了我 女人要贤良聪慧 一个人上下班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居住 我知道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番的田野 我的普通话不好 身边的朋友总是笑我 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总是会慢一拍 画肥会画 我也练了很久 我维持练不好 黑画 好可爱 是 不过没关系 我有我的好哥们 Rick 他会一直抑制我 对我开心 让我把所有的烦恼 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坚信 苦尽刚来 不忘初心 翻得始终 你看了 这个电话就来了 喂 喂 各位老师 我是四号尹琛 尹琛 我刚才醒才醒过来 就是已经被抗 她刚才撩头发的时候撩晕了 所以说刚才没来得及打电话 她现在向我检讨 刚才丽莎的这个撩头发 给撩晕了 所以忘记了打电话 好 来 女神妈妈接电话 喂 妈 我刚才看了 她又长得又漂亮 然后特别有爱心养了一只猫 对 对 我觉得特别喜欢她 你特别喜欢她 你多帮我争取 她帮我争取一下 好好好 放心 妈妈会跟你争取的 好 我儿子 叫我快说 她很喜欢你 她说你的性格她很喜欢 谢谢 幼儿教是吗 其实很有爱心 我也很喜欢这个志愿 今后你们能够签署的话 你也可以到成都来吃火锅 我儿子也可以到这边来工作 成都是个好地方 多关注一下我儿子 好 我知道了 思好家庭 对了 来 黄莲妈妈 莎莎 我们都是福建人 而且你看经历 你以前学过IT 我听你介绍 我是考过编程师 她是IT的 她这角度看 还真的蛮像古丽娜娜的 对 然后我自己是金融部门的 所以跟你很多共同语言 对 我也在银行上过班 所以你来我们家 我们是很融洽的 对 还蛮合适的 还有我说我儿子 他也很优秀 他很会唱歌 就开始拼了 对 你就去说好 反正就要多强 在大学里面的时候 林佑嘉跟他一起上台唱歌 是吗 林佑嘉 然后他是校园歌手吧 很棒 厨艺也很好 他会做我们四川的 那个剁椒鱼头 看来做了你的儿媳妇有口福 所以说也有口福 说得好吗 说得好 好 游泳了 看来这个孩子们都挺着急的 来 谁呀 喂 龟老师 这是我5号王申 喂 妈 那个别人都说什么唱歌跳舞 我不是也行吗 是不是 忘了 忘了 你的优点因为太多了 我说过来了 太快了 您进行发挥吧 好吗 谢谢 我也不点您了 好好好 我知道 好 这个玻璃房里头的竞争 真是还是挺激烈的 珊珊你好 你好 我们王申应该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 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是街舞社团 街舞社团 对 对 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也学过 对 他是社团的社长 叫社长 对 社长 好 我知道了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姑娘 在早教方面或者在右教方面 我们还可以一起创造更多的空间 你们是5号家庭是也是在上海吗还是 在北京 在北京 北京 我还蛮好奇5号 我自己从事的行业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潮建这三家真是都不错 接下来 你将进入全力反转的环境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请看他们身后的屏幕 来 2号家庭 王林 25岁 系统运维工程师 运营维护 好 4号家庭 野生 27岁 造驾师 就是这东西 这东西现在值多少钱 值到价 估个价 估摸这个八九五离十 然后造驾 造驾师 王申 5号家庭 技术人员 郝颖 我可以多问一句 是什么行业的技术人员吗 他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选择 几个你关心的问题发问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的是 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猫 婚后的话 有可能我会跟猫 一起睡在一张床上 对这件事情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我可以 有问题 我这边好 猫我也很喜欢 黄林是更喜欢猫 她像她的手机客 就是用猫的那个图片 就这个猫 我蛮喜欢这里 你好 莎莎 实话实说 小动物我喜欢 但是呢 我很难跟他们接近 有一些畏惧的感觉 是因为我的原因 她一直没法实现 她的这样一个梦想 你喜欢小猫 对 然后我觉得 你们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未来我家儿子 我觉得这一方面 我一定能够满足你 我从小就这样养小动物 但是我妈妈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 就是在你们记忆里 就是你们的孩子 做了让你们 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黄林第一次 让我最感动的事情 就是帮她奶奶洗脚 因为她奶奶身体不好 所以说洗脚洗完 指甲都不好解 所以她会帮助她奶奶做这些 所以第一次我看到了 这个感触是最深的 嗯 是 我跟我奶奶感情也特别好 最感动的就是 她祖母 在去年的时候 她要 她生病了嘛 姥姥已经92岁了嘛 她病重的时候 我儿子 在她离去的头一天晚上 我儿子陪她在旁边睡了一整晚 陪她祖母 我觉得这孩子 现在这个年代啊 这样的孩子 对老人这么孝顺 很让我感动 是 我跟我奶奶关系 她很有孝心 从小都是 我跟我奶奶长大的 但她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 嗯 就是 是也不在了嘛 然后 所以刚刚二号家挺笨 嗯 四号家庭说的 我是一个很有爱情的孩子 嗯 小莎 你很像 很有孝心吗 来来来 让我们 给这个 我们的这个 莎莎来点掌声吧 来 嗯 这个在座的小姑娘们啊 这个 其实 尊重老人呢 是中华的传统美德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 大家把这个 优良的这个传统美德 慢慢的给淡忘了 所以当隐身陪着奶奶 睡一晚上这个动作 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一个起码的一个孝心 和一个行为 但是现在拿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件事 我希望 你们以后 遇上这样的事 千万不要让它当成是一种感人的 这一种事 而是一种 真正是我们一种美德的传承 就是要孝敬 不但要孝敬父母 更要孝敬我们的上一辈 也就是我们父亲母亲的妈妈爸爸 更应该孝敬 对不对 好 玻璃老师 我是王生的小学班主任 王生他从小责任心特别强 我既然做 我一定要做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 你把你今后的这人生 交给我们王生 他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我要哭了都 对 真的 他不说所以 他做肯定是做最好的 所以你放心 老师我方便问一下 王生他的身高吗 180 好 我知道了 真的好棒 老师一说就不是不一 对 不太好 对5号印象比较深刻 接下来每组家庭 还有四个私密的情报 你可以选择一个 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要看5号家庭 5号王生家庭 非灵恋人根本听 我要看第一个 《非灵恋人》 《非灵恋人》 这是什么 就是拍的照片吧 你挺喜欢拍照 对 刚才你看到的那些画面 都是王生拍摄的 有很多人也是在杂志上发表的 嗯 还爱好摄影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小红娘 她们会把手中的红线 牵向何处 看一看她们给出的速配指数 你看看她们 妈妈们都在为自己的儿子人 拉人气 啥 啥 加油 5号 5号 谢谢 谢谢 现在看起来了 一套家庭 怎么被我们的小姑娘们看好 相当可以参考 相当可以 还有机会吧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晨晨 及女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她出谋发色 啊 颜值都很高啊 对 这位是小姨 这个是表妹 先请小姨说说 家里人的意见是什么 嗯 我们是希望早近一点的 那个回娘家 比较近 但是那个她 是发表了妈妈的意见 你妈妈 这有点复杂 她代表妈妈的意见呢 选了二号 但是呢 在看完全场之后呢 小姨跟妹妹 统一了一下意见 那请妹妹说出你的意见 是几号 5号 我感觉5号也是搞教育的 然后我沙沙也是老师嘛 对 然后会比较合适一点 但是我告诉二号和四号家庭 这个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 在我们的丽莎 在做最后的选择之前 我觉得你们三个家庭 还要用一句话 来做最后的争取 来 二号家庭 莎莎 你好 你如果来我家 我会帮你当着女儿一样疼的 家务室 全部是环林座 我们呢就一起你看 练练瑜伽 做锻炼锻炼 然后这个生活是肯定很幸福的 蛮好的学瑜伽 蛮好的 好 莎莎你好 你好 我的儿子他很有爱心 他会随你到你们那家乡也好 或者现在你上海也好 都可以工作的 我妈会说都可以 今后我跟你带孩子 没事 我是好婆婆 我们家个民主的 有吗 特别好 对 为儿子都降了条件了 原来说是也不愿意让儿子分开 现在都可以跟着你走了 你瞧瞧这个 真好 谢谢 来 五号 王申的妈妈 你不要以为你胜券在握 你看到了这个 如果你要选择的婆婆 温婉 大方 善良 谢谢 所以我觉得选择一个男友 不仅选择人 还要选择一个家庭 所以我建议你选择我们王申 你一定不会后悔 有点纠结了 天 那这让语文老师说 我们太吃亏了 语文老师真的厉害了 对 真的会说 三个男孩都很优秀 三个家庭都这么爱这个女孩 那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我们的心动时刻了 有请莎莎做出自己的选择 来 马上 我希望她选我 但是我估计她的选择 我都 都有机会 来吧 我们给她倒计时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五号家庭 恭喜 六 我们恭喜五号家庭 请另外两位 从玻璃房里走出来吧 好了 那接下去要进入到 真情时刻 有请我们的五号男嘉宾 王申 好 好 好 一顿小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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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小伙 你好 你好 好帅啊 是不是好 真是一个总理的孩子 你好 不是 他是太紧张了吗 对啊 你把最重要的人给 对啊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打过招呼了 我觉得他其实是特别紧张 想要缓解一下他的情绪 对 我能看出来 王深现在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这是多么激烈的一场竞争啊 你渗出了 你们两个特别般配 知道吗 谢谢您 然后就是 首先您长得很漂亮 谢谢 然后像喜欢小动物这方面 我也很喜欢小动物 对对 我也喜欢猫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您最后说的 因为您问每个家庭一个问题 说对父母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一点比较打动我 因为我还是很看重 女孩孝顺这方面 包括您还有我的妈妈 还有老师 也是给广大观众完美地展现了 中国教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觉得您真的不错 谢谢 你想说什么 她是个理工男 人家女孩都已经激动的 都真是热泪迎瘫了 她一二三四 你这个孩子教育的 让你们这俩给教育的 你看看 都这个时候了 都已经应该是非常开心 非常激动了 还一二三四呢 蛮好的 绿莎 你有什么话要对王生说 王生你好 我一直很喜欢一位画家 然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不念过去 不畏将来 过去我不认识你 现在 这就是冥冥之中那种 他那个白马王子就突然出现了 你说是谁 现在我在满满人海中 我并现了你 我希望你 就是我确定的那个将来 妈妈开心吗 太开心了 莎莎 我刚才说的话 是不是音乐了 证明了 很酸 恭喜你们 祝福你们约会成功 现在还好 刚刚满集中 我刚刚还好 现在满集中 那你见到我本人之后 是也喜欢还是说 肯定特别漂亮 真的喜欢 有非常充分的 有这些地方 先吃个饭吧 结束去吃吗 可以 我觉得可以 我家人也去吗 一起 那你家人也去吗 都可以 那好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 我们下一位女嘉宾 外表甜美可爱的 萌妹子 内心独立自强的女汉子 孟明慧 有请 加油 这位嘉宾 许由真爱网专业弘扬为你捐捐 哇 可爱 我妈拍了 大家好 我是孟明慧 二十三岁 来自太湖明珠无锡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 你们别巧 有可能是因为我是摩羯座的原因 所以我是个小小工作狂 但是在我心里工作和爱情 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来了 笑容挺好看 希望今天能找到一个男嘉宾 跟我来一场说走就走个旅行 佛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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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一出来 我就看见她大大的眼睛 笑起来很甜美 是我儿子喜欢的类型 对 这外表的萌妹子 我们是都能看得出来 这内心的小女汉子 是什么个情况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呢 就是经济上我是比较独立的 我赚了钱以后 我就会交出百分之八十以上 给我的父母 天哪 真的不错 可以啊 那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母亲她已经退休了 然后现在就在家里收收房租 然后我父亲开的是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你母亲干什么 就比较悠闲收收房租 有收房租 同行 收收房租 对 收收房租 我没听错 没有 好 你往那儿看 我们有点共同点 你收房租 我也收房租 应该是门当户对的 我这什么时候还讲门当户对呢 你又要犯错误 重要的是他们孩子两个人呢 有没有感觉 我觉得有共同语言 喂 你家里烧了多少钱 我家这个月生意不是很好 我家这个月生意很好 对啊 有共同的语言 是不是 那么我们一起通过VCR来看一看 萌萌的情况 对她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请看大屏幕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曾几何时 我已在风中悄然蜗变 大家好 我是孟明慧 今年24岁 18岁开始环游世界 目前我已经去过了22个国家 足迹遍布欧美东南亚 去了22个国家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我热爱美食 对我来说任何一种爱 都没有我对美食的爱来的争气 我妈喜欢 我不仅精通料理中西餐 还熟练制作各种精致的甜品 哇 跟我太配了 喜欢购物 21岁那年我还写下了我的第一本人物传记 厉害 牛 我谈过三段连爱 第一段是因为男生没有上进心 第二段是因为父母不同意 第三段是因为男生太小气 到了买单这个人就消失了 我肯定买单 所以我希望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都不要小气哦 如今的我敞开怀抱 带回满身的木棉和紫禁的清香 然后告诉你 我想找到你 啊 你看没有 电话就来了 喂 喂老师 我是4号隐称 请隐称的妈妈接电话 喂妈 我觉得她挺好啊 头发大波拉我特别喜欢 然后她说她自己又会做菜 对 对 好吧 我再看一下吧 好 嘿 隐称奇了 告诉妈妈说 非常喜欢长头发 喜欢撩头发的女孩 看你的头发非常好 给撩一个试试来 咱给撩一个 撩到你头吧 你好 我还可以再说一下吗 当然可以 女孩子会不会煲汤啊 会 我特别喜欢煲汤 我小学在那个广州生活过一年 所以我知道那里很爱喝汤 我想看看你扫可不可以 扫 可以可以 还要看扫 你不要在这搞迷信那一套哦 她说她很会做家务很会烧菜 我看看她的扫 你看我的扫是光光的 她的扫你看 我看扫了她看看 是不是会做家务啊 哦 那你摸了手以后 你得出什么结论呢 应该也熬了吧 华晨的妈妈 请听一下电话 喂 儿子 喂 妈妈 我觉得她跟我是一样的 把做饭当中一场乐趣 所以根本就不用看她的手 我就觉得小姑娘特别好 好 我知道了 我妈肯定有一堆话题 你看吧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刚才看了你的VCR之后 知道你很喜欢出去旅行 这一点跟我儿子还是蛮像的 我儿子也是非常喜欢出去旅行 以后呢 我儿子来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并且她也很喜欢做美食 她也把做美食当成一种乐趣 你们两个很像香港哦 叔叔 阿姨 其实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我觉得可以一起出去旅行 这样会很幸福的 欢迎 欢迎 对啊 我们非常希望这样的事的 以后呢 我们两个家庭 包括孩子啊 我们一起出去旅行 我妈太厉害了 太会说了 果然真的 太好了 那很完美 你们俩可劲来 反正我领走了 那我 虽然我儿子他不喜欢旅游 天天端在家里 但是我跟你讲 我跟你是有共同语言的 因为你也爱厨艺 我也爱厨艺 你也爱煲汤 我爱煲汤 那我们婆媳关系肯定是很好 中国人现在婆媳关系很难搞的 跟我跟你真的有共同的语言 哎呀我们今天煲什么汤了 哎呀怎么 我来煲我来煲 哎呀让我来煲让我来煲 我天啊你不 不过我儿子他是真的旅游这一点 他是从来不旅游 周龙的妈妈再接一下电话 喂妈 啊 你不要说我 不去旅游 你应该说 等我剩下那两年时间把那个 啊剩下那些贷款还清之后 我再把那个事业再稳固一下 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去旅游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我儿子说 他不是不喜欢旅游 只是现在压力太大了 这个贷款要还完些 今后有钱 就跟你照样全世界 对呀妈妈光顾着抖钥匙了 忘了儿子这后边 还有一大堆的贷款需要还呢 钥匙我都再也不提了 丢脸了 好接下来将进入全力反转的环节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来请看他们身后的大屏幕 一号家庭 是 民宿老板 时尚编辑 26岁 3号家庭 26岁 包租公 4号家庭 27岁 造价师 接下来你还可以选择几个 你关心的问题和 我们各位父母进行对话 我想看一下男嘉宾的鞋子 哎呀怎么这么奇怪呢 你们这想法都一个一个 看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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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鞋 怎么看了这导演组 你让他们把鞋脱了 出来搁这儿吧 拍一个照片呗 拍一个照片出来就看去了 对呀 你现在都能当主持了 来来来来 这个位置给你 那拿个鞋子上来太不礼貌 也臭啊也什么 你家也尴尬 你拍一个照片过来就看到了 你要相信你的儿子的脚他不臭 我真的不愿意他拿上来 为什么呢 他的鞋不是补过的 你看 你这个妈妈 永远不懂你的儿子 也许女孩子就看到这样 一双补鞋子 这女孩子心想 这个男孩 他勤俭持家 将来他绝不会乱花一分钱 现在的人穿鞋一穿 没穿几下就扔了 这个鞋能补 我告诉你 剩就剩在这儿的 你信不信 你又错了 周龙的妈妈 你又错了 一号 三号 四号 一号 三号 一号 三号 我好像是垫了那身高 我好像是垫了那身高的 这个妈妈呀 根本就是有心计 这鞋哪破了 她就是垫了内增高了 妈妈一看 这一下把我儿子的身高 给看出来了 哎呀 这个妈妈呀 好了 导演 请把这三双鞋请走吧 我们这个有心计的小女孩 已经看出来了 哎呀 我真佩服你们了 现在 真的是与众不同 为什么要看看鞋的呢 因为写品决定衣品嘛 她是要看品位吗 看品位其实是 她对打扮比较有研究的 接下来 每组家庭 还有四个秘密情报 你可以选择一个 加深对她们的了解 来 让我们看 一号 齿法辰家庭 你选择哪一个 我是大熊猫 李嘉迪 你好 这个呢 我来解释一下 我儿子 齿法辰呢 虽然在北京做时尚巴沙 统筹编辑的工作 她平常的衣服呢 除了黑色就是白色 很简单 就像她的性格一样 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 如果她要是说 真心喜欢你 就会真心实意地对你好 不喜欢 她也不会和你搞暧昧 哦 其实跟我很像 我虽然衣服也比较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黑灰白 和我儿子相同的特点太多了 女嘉宾 我跟你讲了 我重复地说 你看看我多可爱 你跟我在一起啊 婆媳关系肯定没得说 你先让人了解一下 三号家庭 你选择一个 你不知道的是 你知道吗 黄州龙这么大了 亲吻过的女人 只有妈妈 还有我可以套个小秘密 嗯 她20岁的之前 都没有摸过女人的扫子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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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这些小红娘 会将你这个红线 牵向何处 天啊 对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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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 3号 3号 4号 3号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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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这时候怎么着 正要 喂 有谁要改变这个数据吗 没有 没有 张国立老师 我对数据不是很满意 所以我希望 让我妈妈再加把劲 我为啥你嘉宾 你平常很喜欢做美食 我的儿子齿瓦臣呢 也是 他妈做美食 是一种乐趣 他还比较喜欢健身 我也很喜欢健身 美食 你们俩 这次有很多相对 他爸爸都一直都没说过话 你还在爸这回 主动就说话了 你爸开始猛中雄起了 我爸第一次说话 你和我儿子呢 是非常相配的 你们俩如何结合了 无论在事业上和家庭上 我和赤瓦臣的母亲 都是你们的坚强火队 他就我爸喜欢 我妈我爸都拼了 说得真好 你别光听他的 别光注意他的 也注意注意我这里 虽然我儿子现在不能旅行 但是这个赤一还 今后可以 你想怎么样旅行都可以 对 你进了他们家 你先跟他一起还账 还完了账 两个人一块出去旅行去 但是这个赤也不是很久的 对 这个人吧 都是要共同打听出来 开玩笑的 也许女孩就喜欢这样 先去奋斗 先苦而后填嘛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有请陈辰 及女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请陈辰 对 看到了吧 这个是默默的爸爸和妈妈 你给你家人多像吧 你好你好 好 谢谢谢谢 这个爸爸怎么看着像演古装戏的眼睛 你这个光头就上来了 目前我都不知道爸妈的选择是什么 因为刚才在屋里的时候呢 妈妈就近在我耳边夸女儿来着 爸爸呢默默地坐在一边笑 所以我感觉他们和一号家庭的状态 简直是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复刻吧 对 而且一号家庭这个爸爸呀 半天都没说过话了 哎呦 你刚才说的话 句句都是经典 成不成你今儿都功不可没 我爸是觉得特别满意 他才会说 那接下来就请默默的爸爸妈妈 来评价一下我们几个家庭好吗 大家好 我们看了一下以后呢 那我对四号家庭呢 他的孩子我觉得是一个理工男 我也是理工男 所以我感觉挺喜欢理工男的 爸爸有眼光 那三号家庭呢 他所在的地方呢是广东 广东呢也是我们夫妻 比较喜欢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一号家庭呢 那他们的交流呢 从我的感觉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 既有深层的思想 又有生活的趣味 哇 爸爸好多说话 对啊 还有谁 哎 我懂了 可以 谁谁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还是选择一号家庭 给孩子的建议 爸爸真是不说则已 一鸣惊人啊 说得太好了 父母也不一定完全能够代表女儿怎么想的 对不对 虽然说中国新相亲 有父母更放心 但是也有更闹心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最后现在进入了三组家庭 用一句话 进行争取权利的时候了 好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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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 我和曲瓦臣的爸爸呢 我们俩呀是初恋结婚 他爸爸平时工作就算再忙 也会充实时间陪我待在家里 一起跳跳舞 喝喝茶 他特别重视家庭 曲瓦臣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欢迎你 你来到我们这个家庭 我们会像小公主一样的宠宁 我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 根本就不存在婆媳关系 我们就像母女一样的宠宠 选择我们 好 谢谢阿姨 谢谢叔叔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蒙当户对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饮食啊 你一样爱美食 我也爱美食 我们不是婆媳关系 我们像闺蜜一样 如果你爸爸爱唱歌 我还可以给你爸爸对一首 是不是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我的儿子他特喜欢你的独立的性格 我们家里也很火血 也很民主 所以说你在我们家里欢乐不断 我也把你当女儿看待 谢谢阿姨 谢谢叔叔 接下来要进入到《青董时刻》 有请女嘉宾做出自己的选择 好紧张啊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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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二 一 女嘉宾 请做出你的选择 我选一号 恭喜一号家庭 请另外两位从玻璃房里走出来吧 这是影衬 这就是加了后底的这个周龙也不错 接下来要进入到真情时刻 有请一号 石法辰 我们要配一脸 就是连脸型都那么相近 对 我觉得我今天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可以在百万千万的观众面前 然后来见证我们这份缘分 不仅仅是我喜欢 然后我的父母替我选择 我觉得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 然后跟你好好地交往了 我希望能和你一起看玉龙雪山的清晨 在丽江自己的民宿看日落 想和你在我们老家东北 在漫天的雪花中 能一起吃这冰棍 哎呀 好浪漫啊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巴黎啊 土耳其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好好相处 我觉得即便吃个路边摊都是叫旅行 所以我觉得你缺少一个旅行的人 我也是 就像之前国立老师一直说我 我是丁子户 其实我认为 如果最后是你那么晚一点 真的没有关系 其实他刚刚说了一句话 我都惊呆了 因为我本来上台前想着如果我成功了 我就说茫茫人海中 我觉得认识你是个缘分 但是被他说掉了 然后我可以包你一下吗 我觉得就是冥冥之中就是没找到何事了 你今天就是能找到了 然后这个确实是我爸妈很喜欢 然后我也很喜欢 放了ACR之后就 就觉得应该就是可以直接牵走了 后面的男嘉宾都是在做衬托 对对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欢迎每周六晚准备收看 东方卫视频已经播出的 中国新相亲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